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慢性肾衰竭的病患 应该要注意什么食物是不可以吃的呢 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是60以下 排尿毒的效率就会降低 所以这类人就要开始限磷、限甲和限蛋白 蛋糕和面包的属于发酵食物 都是酵母粉制成的 所以它算是高磷酸盐的食物 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只是如果你的肾不好就要去限制 牛奶、五谷、红豆、绿豆、豆腐 这些听起来都是很健康的食物 但是它们都是属于高磷、高甲和高蛋白的食物 所以需要去限制 我们知道蔬菜也是很健康的食物 但是蔬菜含有很多的甲 甲都是由肾代谢的 所以当肾不好,甲就不容易被代谢 导致高血甲 高血甲会造成肌肉无力 甚至是心脏的问题 所以如果肾不好,尽量不要吃生蔬菜 一定要烫过去除部分的甲 还有就是动物内脏和火锅汤也不能多喝 因为里头含有很多的磷 而且也会增加血液里的尿酸 进而增加肾脏的负担 如果一个人有糖尿病也有肾功能不好 应该要怎么办呢? 如果肾丝球规律是60以上就采用糖尿病的饮食 如果肾丝球规律是60以下就采用肾脏病的饮食 那就是腺磷腺甲和腺蛋白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